一天,小鸭嘎嘎和小鸡鸡鸡在树林里玩 忽然看见一只狐狸向它们走来 小鸭嘎嘎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就在这时,自私的小鸡嘎嘎却哗的一声飞到了一棵大树上去了 不管小鸭嘎嘎怎样恳求它帮忙 它都好像没有听见似的 根本不理小鸭嘎嘎 眼看着狐狸越来越近 小鸭嘎嘎吓得都忘了身边的水池 急忙躺在地上装死 果真,从来不吃死肉的狐狸走过来闻了闻小鸭嘎嘎 就一摇一摆地走了 站在树上的小鸭嘎嘎嘎嘎嘎玩 又想下来跟小鸭嘎嘎嘎嘎玩 好,大哭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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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